微信上经常给你发这三种消息的人最好远离 微信是现代人沟通的重要通讯工具 同样也是男女朋友互传爱意的重要戒指 爱你的女人会在你辛苦的时候提醒你不要太累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给你发个笑脸 通过微信我们可以分析出自己的另一半爱不爱你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不爱你的女人在微信上给你发的消息 一 只有用嗯 二 好吧 不知道来回复你的消息 或者直接点说就是敷衍你 爱你的女人会关注你说的每句话 她会认真聆听 认真回复你发的消息 绝对不会用几个字去敷衍你 这样只能说明她对你不感兴趣 不想理你 更害怕和你多说你会没完没了 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她会对你没兴趣 懒得和你多说 二 她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找你诉苦 心情好的时候理都不理你 当女人有这种表现的时候 那么不要怀疑 妥妥的把你当成备胎了 只有在她伤心难过的时候 或者可以说被她中意的男人伤害的时候 她才会想到你 找你聊天 只能说明她想从你那里寻求安慰 或者满足她失衡的心灵 等她心情好的时候 或者说和她中意的男友和好的时候 甚至可以说她中意的男人给她点阳光的时候 她早就把你忘到九霄云外去了 三 喜欢平凡找你借钱 借过不还 反而再借 很简单 这样的女人就是把你当备用工具 连备胎都算不上 备胎还有可能转正的机会呢 你连备胎都不如 如果她把你当备胎 自然会顾及形象 自然借你钱也会还 这样的女人有事时找你 有困难时找你 过得好根本就想不起你 也就是把你当老好人 这种人如果再为你借钱 你就直接拒绝 实在没必要和她保持联系